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台湾制药龙头创办人李天德 当年因为没有考上老师 15岁就远赴大阪学习做生意 这期间还遇上了珍珠港事变 差点就没了命 回到台湾 他看到卫生环境恶劣 而且到处都是传染病 他突然想到 如果要帮助人就得靠药品 于是就从一间小小的西药房起家 靠着诚信经营 这一路做到了中盘商贸易商 最后还开启了全台湾最大的药厂 在他事业成功之后 也不忘回馈社会 甚至盖起了一座 人人都可以免费进入的运动公园 每一年还举办了排球赛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体魄 李天德的宅心人后 诚信经商因此被誉为是 药厂界的王永庆 台湾每年要吃掉超过三亿颗的R4P0 有八成超过两亿颗就来自台中大甲 这间台湾第一大药厂 而它可是从一间小小的西药房起家 日本殖民时代流传着一句话 又学做生意就到大阪 因此15岁 没当成老师的药厂创办人 李天德就拎着皮箱 去到大阪办公办读 大阪一句话 今天我就带你去买衣服 买书包 买书 买帽子 赶快在我线 寄回去给你妈妈 他的人生就算是很开心 结果白天在文具行打工 晚上在关西商工念书 见识到日本人做事底胜 爱干净 有礼貌 更重要的是 看到大阪商人经商技巧 无奈 五年后 日本偷袭珍珠港 情势危机 李天德被家人叫回台湾 轮船就在战争烟消中出航 为了闪避鱼雷 船只还得在海上蛇行前进 幸运躲过战火摧残 让李天德又淬炼成长不少 回到台湾 遇上传染病流行 进了卫生液 也就开启它药品之路 把那个滴滴滴在那个时候 这些都生不起病 所以他就能 就是心里就有一个感觉说 不一定 以后这些是一旦来做来帮忙 于是李天德从日本进口药品 开始在西奥房贩卖 渐渐地从小盘商 做到中部大盘商 再做到大贸易商 后来进出口贸易不稳定 1965年李天德决定 自己开药厂 自己来做药 杀加杀那么厉害 他为了争取这个市场 所以他卖给 他转借过来的卖给其他的 这个小的药行 都卖得很便宜 所以人家说你可能有问题 他是不是要打币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还挺多放心 因为诚信是蛮重要 他说那我就付现金给你 你还是继续给我出货 秉持着踏板商人 讲信用重品质的精神 李天德身影越做越兴盛 于是带起一间又一间的制药厂房 要凭从原料进口 就进行第一道检验把关 我们今天就是一盆帐嘛 我们的处方都是经过我们QA核准的 就像说你今天去吃面 季洋春面吃面 肉燥刚好没有了 那个葱刚好没有了 难道因为它葱没有就不卖里面吗 可是在我们公司系统 你就算是那个葱没有 对不起这批你就不能做了 因为你连理都没办法理 大甲铁镇身上成群白鸽展翅高飞 和大地交织成一副美丽景象 这是李天德特别饲养的白鸽 借由他身上的白 随时提醒员工对自我的要求 尽管药品事业骗及全世界 不过老先生的办公室 从一而终却是简朴的让人佩服 眼以律己宽以待人 事业发达后老先生积极回馈社会 他买下位于大甲半座的铁镇身 在身上紧置最好的位置 打造了一座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运动公园 在无界花园里一草一木修剪的 整整齐齐 这里有超过十座的排球场 每年九月三四千人就齐聚在这儿 一较高下 可以说是台湾排球的奥斯卡 到现在永信碑已经打到四十届 还产生了许多位国省 其实运动药齐味药运动 比吃药还重要 我不经常告诉我说 有时候跟我妈妈在吵架 他买钻石 我这个钻石是永远不会被搬走 而且永远是存在的 投身医药产业多年 李天德清楚知道 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 再怎么研发 还是无法阻止自然的衰老 因此又把占地八公顷的园区 推化医区为老人养父中心 他其实会觉得说 因为长辈不是就是 大家都辛苦了一辈子 对不对 他就觉得希望长辈来这边 都用最好的 所以当初的建材设计 还有我们里头的设备 在当时真的都是首选的 中庭挑高广大的天窗设计 早上可以深太阳 晚上可以看星星 老人家最爱在这儿谈天说地 还特别布置一间怀旧阁 让长辈画家常 他有大甲特色 所以最后就做了一个 曹森商店是目前为止 我们大甲应该算是 最资深的干妈店 那嘉宾礼法厅的话 也是从 应该是从我们会长 年轻的时候就在那边礼法 望向窗外 一片一一 这里就像个洞家村 李天德打下药草江山 宅心人后的他 留下畜业工艺的饭 被誉为是药界的王永庆 接棒的子女们 也没让父亲失望 以药学国事之姿 做药是做给家人吃了心境 延续着父亲的精神 每个精彩人生 都在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 让海英慢慢说给你听 别忘了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拜拜